看一下 哈喽 欢迎大家 看得到吗 欢迎 看到了 看到了 欢迎 欢迎各位今天守候在我们由博朗和京东 共同为你打造的博朗京东超级虫粉日的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杨阳 欢迎大家 久等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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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弹幕呼唤一下 大家信号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吃晚饭 有没有准备好你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来迎接我们今天的重磅来宾 因为今天我们的博朗京东超级虫粉日 有一个很棒的主题叫做 百年博朗宠爱有礼 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宠爱的大礼要送给大家 当然也有各位非常非常宠爱的这位神秘来宾 这也不神秘的对不对 弹幕一直在呼唤他 请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公屏上 欢迎我们的俊俊子 是不是 大家都在弹幕上面呼唤他 他马上就会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在请上我们公屏之前 跟大家特别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博朗了 从1921年的德国诞生到今天 博朗已经有走过百年的岁月 所以真的是走在时代前沿 同时又非常非常具有高端科技 突破革新这样的一个品牌 就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见到这位好朋友一样 因为在博朗百年之际呢 我们遇到了一位忘年之交 所谓这个山河不足重 重在欲知己嘛 博朗也遇到了他的一位知己 同样是在各自领域非常非常优秀 非常非常努力的佼佼者 那他也是在荧幕上面是一个 有人说他是风批美人 但是在私底下 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男孩 带给我们很多很快乐的瞬间 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 给大家带来他的快乐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再请出 大家都在弹幕一直在扣他 大家现在可以刷弹幕 龚俊能看到的 好不好 大家继续刷 那今天我们龚俊来的同时 也给他准备了很多福利 我快速的给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 为大家准备了博朗替虚刀的礼盒 我们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抽出九份 另外呢 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了龚俊 特别为大家亲笔签名的周边 有两份是签名版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价值50 龚俊的脚步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大家期待一下 今天我们也在直播间当中 为大家准备了50万的金豆的红包鱼 随时会洒落 大家就可以直接点红包鱼 然后领取它来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随意的任性买买买 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 在九点之前 在我们所有直播间任意下单的宝宝们 都可以获得我们今天 在这个博朗的京东直播间里 特别为各位定制的 龚俊的周边套装 里面包含有镭射包 还有透卡 以及温感的明信片 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了 最后又给大家特别介绍 在我桌前的两个今天晚上的爆款 就是我们的五系小猎豹礼盒和六系小猎豹礼盒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购物道 然后去get我们龚俊的同款 那今天在直播间里 买一得四 礼物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今天能够买的开心 因为马上就要迎来这个520和这个父亲节了 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好了 讲了这么多 接下来弹幕都已经按耐不住了 大家再来call一波好不好 呼唤出我们博朗的百年的忘年之交是谁啊 我们博朗的好朋友 是谁 大家请在弹幕再来call一遍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掌声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博朗京东超级重粉日的 博朗品牌挚友 龚俊 欢迎 哈喽哈喽 欢迎俊俊 杨老师你好 欢迎请坐 哈喽哈喽 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很开心来到这个博朗的直播间 我们也很开心 这个知道龚俊来了 我们今天都准备来接收快乐的信号 谢谢 我得把快乐传给大家 今天很春日的感觉是不是 是是是 它搭配的就正好符合咱们博朗这个小猎豹的调性 小猎豹的调性是什么 年轻有活力 年轻有活力 而且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 对不对 你来之前要不要先跟弹幕的 这个朋友们问个好 他们都在刷弹幕 弹幕的朋友们问好 非常 谢谢大家来来看我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今天晚上上希望把快乐带给大家 是 今天快乐南海要音乐了 欢迎再次欢迎我们的工具 那今天一来是不是先给大家准备一个礼物 惊喜 发红包好吧 对对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红包 红包 而且一发就是红包鱼 红包鱼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一下 大家拼手速啊 随时随地我们的红包鱼会来了 我们第一波会有价值20 25万元的金豆 25万元金豆就是相当于25万元吗 对但是是大家评分 取决于今天人数有多少 以及大家的手速 好不好 来了吗 红包鱼 大家随时 来了 这是要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京东的博朗的自营旗舰店 然后随时随地点一下 然后今天在直播间我们刚刚也说了会有很多的抽奖啊福利啊 总之大家今天来就对了 是快乐和惊喜 是来就对了 也要问一下俊俊最近在忙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 最近在忙着拍我的新戏啊 正好也是在厦门 然后中间也可能参杂着一些别的工作之前 拍戏进组之前就接了 对对所以最近会比较忙 在厦门拍新戏什么感觉 哎厦门拍新戏 厦门给人感觉就是非常适合生活的一个城市 非常随处可见生活气息 很有生活气息 很有生活气息 很舒适很安逸 那这个角色是不是很有生活气的一个 我这个角色有点不识人见烟火 是个心理咨询师 哦是个心 可以 这是小小的剧透是不是 心理咨询师 对小小剧透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的好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 哎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戏播了 2017年的工智 对 就要跟大家讲一讲吧 你怎么还做功课了 不做功课 我好意思坐在这里 这个打工嘛 打工要做功课的 给他讲一场吧 是的 不瞒大家说 我2017年播的 呃指尖少年今天开播了 耶 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大家都很期待说好像是这个等了很久 然后火酒剑系列 没想到能够在2021年遇到2017年 是的 是的 大家去考古一下吧 嗯 那个那个戏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很魔幻的一个感觉 我看有些特效都超级帅 是因为它是根据一个游戏改变的 嗯 这就是符合那个时候 那个游戏的 游戏的特色 特色 大家一起去期待一下 工智的这个正在播的新细啊 然后也有正在拍的新细啊 刚刚我们也开场也讲 我们今天主题是百年博朗 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宠爱 宠爱有理 那所以讲到百年的历史 你跟自己相比起来 你有想到自己到现在为止算过吗 出道多少时间了 我是16年拍的第一部剧 到现在应该有5年了吧 5年的时间 5年的时间了 这个时间你现在回想 你觉得快吗 这个时间过的 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 也不算比较慢吧 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 这个 自己慢慢的 是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过了 感觉时间过得还挺快的 还挺快的 你自己跟表演这个缘分 结实的其实也是很奇妙 对不对 你小时候是那种文艺积极分子吗 文艺积极分子 就是班上那种风云人物 不是 你是什么样类型的小孩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班上做第一排的 做第一排的 比较皮那种 我也是做第一排的 比较调皮的小孩 我上课超爱讲话 永远做第一排 你是成绩好做第一排 成绩不好 然后做第一排 我是呀 这就班上重点关照的对象 但是为什么就开始 踏入了演员这个行业 是一次 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 然后复读的那一年 是看到了同学 周围不是一起 同期的同学 考上自己心目中的学校 有上海的 有北京的 有川内一些很好的学校 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 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点荒废 当时正应该考试那一年 有点荒废自己的时光 结果通过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努力 考上了好厉害的学校 我知道 东华大学 谦虚了 谦虚了 通过自己努力 也是获得了好朋友的激励 然后就考进了这个表演类的学校 当然在这个演员之路开启的开始 我知道其实是很辛苦的 还做了很多兼职 很多大家都在考古 看到你之前很多可爱的视频 拍广告的视频 你有看吗 对我看了 我是什么都被巴的一点都不胜了 你自己有看 有看有看有看 我之前因为那个大学毕业嘛 你得赚钱呀 你不可能找家里面要钱了 就租房子什么的 就得自己靠多去跑广告 然后多去拍 上海广告小王子 当时是这么说的 那个时候竞争激烈嘛 在这个广告节 其实挺激烈的 因为广告它是个很慢 你得先去 人家先给你发个通告 你得按照通告去买衣服 然后买完衣服 自己去买衣服 对自己去搭衣服 然后去试镜 试镜还不一定能试中 几率很低 然后试中了之后 然后开拍 拍完之后要等几个月才能给你发工资 隔很久才能 有没有那种拍完了没给你结钱呢 有 就各种 其实我拍的其实挺努力的 那些 中间商特别没有良心 就找各种借口 我其实不是广告商把这个钱赚了 中间商 他说广告商怎么怎么样 其实他自己把这个钱给赚 坏了自己也一进了 对不对 打他 但是其实这些回忆到现在 我不知道 龚敬有一个很棒的能力 就是他能把这些 可能受过当时一些苦 但是当做自己吸收和消化 变成快乐分享给大家 你好会说呀 事实 因为我看到你经常在访谈也好 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就是一个快乐能量散发器 非常让人开心 对呀 你在屏幕前 大家都希望你快快乐乐 你要把快乐传给大家 谁想看 你想想 那你有什么过来人的建议 分享给 比如说刚刚要入社会的毕业的学生 我是觉得吧 这个努力或者是辛苦 对于一个刚步入社会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都是一步一步的 我觉得你得必须吃些苦 有苦才有甜 先苦后甜 这是对比比较出来的 那你相信那句话吗 叫是金子永远会发光的 你相信吗 也相信这句话吧 对 什么叫也相信 犹豫了两秒 就是有的时候吧 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 比如说影视行业吧 就是得看天时地利人和 有时候也有些好作品 也是会被埋没了 就看 对 实际也很重要 所以有好的实际 遇到好的作品 才有可能这个金子被大家看见 是 幸运的是我们金君子 遇到了这样的作品 今年 我觉得山和令 真的是通过这个作品 让大家对龚俊 有了更深的了解 谢谢 首先要感谢吧 山和令 感谢制片方能够看到我 感谢导演 感谢制片 那些平台 谢谢大家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个过程 你必须得精力 因为你得有积累 有作品 才能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上 更高的台阶 让更高的人看到你 也是得拍过指尖少年 才有可能有山和令 对 让更 也是 对 这也是我的作品 都是积累 对 都是我的积累 这才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你 让更多的制片导演看到你 才会选你 对 因为山和令 我听说当时试戏的时候 你也自己花心思 拍了四段试戏的片段 发给制片人 当时 当时其实制片 就是要求是一两段就够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想多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我很想尝试 我觉得它很有趣 温克星 然后就自己试了四段 找了当时剧组里 一个演员还帮我搭戏 那你在试这些片段的 包括把这些资料发给导演组的时候 你心里想的是 我一定要演到温克星 还是说我随缘 我尽力就好 这个怎么说呢 你肯定不可能是一定 因为那个时候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我知道的竞争 我不知道竞争对手是谁 但是我知道竞争 但是数量其实挺大的 就是我这个角色 竞争还比较激烈 因为有很多 当时比我更红的 我后面听说的 比我更红的 有更多作品的 可能流量也更大的 也来竞争 但是非常感谢吧 也非常感谢制片方能看到我 谢谢 真的是 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是通过刚刚说的 通过别人可能就发一段 然后我们俊俊子发了四段 展现自己不同的面 其实也是给我觉得看直播的大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真心希望一个机会 或者想要获得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时候 可以多多的努力去抓住它 像我们龚俊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包括我们今天在直播间 我相信很多朋友 可能是因为山河令认识龚俊的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的耕耘 把每个当下的机会都抓住 这些机会才能够真正的回馈给自己 是是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不管是做哪一行吧 都要坚守自己的初心 不管是火了还是没火 都得脚踏实地不能漂 你自己当时看 你有没有看那个演员 有没有看初简的机会 还是你跟大家同一天看到山河令上线 我没有看到初简的机会 你没有提前 我那时候在拍戏也没有办法看 但是听说反应不错 因为这篇还有平台的人看完之后 提前看完就说都说挺好的 但是火不火 这个确实要看天是地利人和 但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质量不错的片子 太棒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难得的机会 除了跟大家分享 龚俊 这刚刚我们说的百年的伯朗 其实这个百年缩短到每一次的时光里面 就是每个不断的可能是五年 十年 不断积累 像龚俊说的一样 坚持初心 才能够有百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可以去走 是的 就跟伯朗这个品牌一样 今年也是一百周年 都得有积累 有积累 对 不忘初心 你不觉得你跟伯朗很默契吗 很match 我真的跟伯朗很默契 我的第一把提取刀真的就伯朗 是不是 我当时买了三系的 那你条件可以啊 我第一把都还是那种刀片的那种 还买不起那种电动的那种 我说电动提取刀 第一把 第一把就是伯朗 有品味 两百多吧 我记得 那个是三系嘛 性价比很高 可以 而且我刚刚讲说你跟伯朗的缘分 不仅因为你第一把提取刀是伯朗 而且你看伯朗 公俊 你们加起来就是俊朗 CP 对不对 用了之后都会俊朗 好冷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 因为马上要到父亲节 也要到520了 大家可以把这种福利分享给 可能很多女生宝宝在看 分享给自己心爱的男生朋友 或者是爸爸 爸爸祝他都能够俊朗起来 对不对 俊朗起来 俊朗起来啊 那我们就给大家抽奖好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波抽奖 抽起来 抽起来 今天我们第一波抽奖 哇厉害了哦 今天我们第一波抽奖要给大家抽 先抽5位 每人一步 这么夸张 这么好 每人一套伯朗5系的T恤到礼盒 就是在我们桌面的这个 5系 我很了解5系 俊俊的第一台 他也只能买得起3系 你的第一台是5系 5系性价比非常高的 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 对 它不用拆洗 给大家看看 我可以做 好厉害哦 它不用拆开就能清洗 非常方便快捷就能冲洗 你看大家黑科技 直接对着手冲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这样特别的设计 那我们桌面上 这个就是波浪5系的这个礼盒 那我们抓紧时间 我们来大家刷弹幕 我们刷哪个口令呢 我们第一个口令要刷的是 人间百灵鸟 不好意思啊 这个导演真的是坏 这跟波浪也不契合呀 可以契合呀 就是人间百灵鸟 就是它用完波浪之后 它就变成了人间百灵鸟 是不是很牵强 好冷 来我们大家弹幕走一波 我觉得刷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给大家中奖 重要的是中奖 对我们现在弹幕刷人间百灵鸟 然后我们截屏 均匀帮我们喊三二一 然后第一个答对的前五位 这一屏上面前五位 我们就给大家一人送一台 这个波浪5系的小列宝礼盒 好准备 来 三二一截屏 太可爱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些图保存起来 没有黑幕啊 当然没有 不搞这些 我们都是 上册在哪里 上册在哪里 上册在这儿 好来 好给大家念一下 今天我们第一瓶 请达对人间百灵鸟的美人获得一台我们的波浪5系礼盒 分别是 哇 天天花钱的小仙女 火锅美女爱老婆 还有京东冷燃灵 以及骑着彩虹来找你 和不重要不重要都是巧合 恭喜这五位 截屏一下啊 好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五个礼盒之外呢 我们第一轮抽奖还要给大家抽一个我们今天独家的签名的周边 第一个要抽出的是 大家都应该听说他很久了酷炫的雷射包 其实这个真的很好看 我刚才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挺适合女生的 对不对 而且很适合夏天 它是那种亮亮的 我们直接送 就送一个 然后一会儿 因为刚刚来的比较时间比较着急 我们一会儿签个名送给大家 OK 没有问题 来 我们请弹幕刷起来 同样刷人间百灵鸟 又倒数是吧 对 然后倒数 准备 3 2 一 截图 截屏 没截上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你这不公正了 3 2 1 截图 截屏 好 手指有点笨 来 我们看看这轮 就一个了 就一个了 第一个答对的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 上面那个吧 上面看不见了 不全了 第一个是 SESASUE这位朋友 我们截屏一下 是的 恭喜这位 获得了我们 俊俊 公俊亲笔签名的雷射包 恭喜你 恭喜以上六位表包 没关系 没有中奖的宝宝 一会儿还会有抽奖的机会 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那同时也可以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 只要在九点之前 大家任意啊 点开左下角的购物袋里面 任意下单 无论是哪一款 都可以获得我们 公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 独享的福利 就是限量的周边套组 同时大家记得下单的时候 拍一下我们的 应该是第一个链接 对 我们的虫粉的那个套装 周边套装 只要一分钱的链接 拍一下正品拿回去 然后把虫粉的周边都带回家 包含刚刚讲的雷射包 和明信片 还有我们的透卡 但是就没有签名了 这个是直接送给大家的 大家点一下 我们的购物袋就可以了 同时也特别给大家 介绍我们今天两个爆款 就是五系和六系 回答正确 大家一起 边看 边买 那接下来继续跟 俊俊来聊一下 这个刮胡子的那件事 你第一次还记得自己 意识到 我长胡子 我要刮胡子 这是什么时候 多少岁我真的不记得了 大概初中还是高中 我真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初中还是高中 你是啥时候啊 我是大概高中才敢刮 因为小时候好像家长说不要太早刮 容易那个胡子越长硬硬 是不是 我没什么印象了 我真的忘了 那你第一台T恤刀 刚刚说是波朗 怎么来的 还记得了 大学的时候买的 自己买的 高中的时候 是我跟我爸用他的那个T恤刀 这么勤俭的 大学是我自己买的 三系的 自己当时 就是三系 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去种草波朗 我觉得这牌子很好呀 德国的品牌呀 对 就选择了波朗 很有科技和设计感 对不对 这乔布斯就说过一个话 就是他觉得最好的设计 当然除了苹果之外 他还特别推崇波朗 他自己也是一个特别爱设计 所以这个缘分就是天注定 对不对 德国进攻 嗯 德国进攻 而且我听说你自己还有一个很欣赏的演员 也跟我们 是的 我当时知道 诶 德朗 德国波朗 德国波朗 诶 诶 德朗 没错 博朗找到我要合作的时候非常开心 我了解到陈坤老师 因为我陈坤老师的演技非常棒 嗯 挺喜欢陈坤老师的 诶 我知道诶 居然能跟陈坤老师能契合一下 还挺开心 就很开心 陈坤老师不仅演技棒 他的歌声也很棒 真的假的 你没有听过陈坤老师唱歌 我听过他和李荣浩老师的一首演员和歌手 还是你专业演员和歌手 那你《月半弯》听过吗 听过 你会唱吗 唱得比我好 你会唱《月半弯》 唱 不唱就不唱了我 不透露我我百零点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也增加了对博朗的了解 你在合作的过程中 有增加 我拍广告用的是武器 你会更多的了解到什么 新的知识点 百年博朗 百年博朗 首先 找一个吧 拿一个 这是武器 九系最贵的先不拿了 真的很贵 首先 博朗的设计很超前 大家看到 这个黑科技的设计 而且这个刀头的设计 而且他了解博朗之后才知道 它是咱们这个工业设计行业鼎鼎有名的 真的 而且博朗它是一百周年 都百年一个百年品牌 能能这个历史优久 存这么久的一个品牌 说明它是真的非常有内涵的一个牌子 真的说太对 而且它不仅百年历史 你不觉得它设计却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非常年轻大家看 很契合 你看 龚俊拿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博朗的武器的时候 这个造型就已经非常有感觉了 这里呢我要给大家来一个福利 提前剧透的福利 之前俊俊帮我们拍了这个TBC 大家现在可能还没看到完整的片花 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提前想不想看截屏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的宝宝们 有没有想要看龚俊和我们博朗的截屏的画面 我们现场来演绎一下好不好 还原一下 TVC我都没看过 你都没看过是不是 这个TVC拿的是酒系 这个是酒系的 这是最高端的一款 为什么讲到酒系你整个人都高端了起来 不瞒你说现在买的是酒系 用了三年了 自己在用酒系 我酒系用了三年了 同款 酒系第一款 第一个 你直接就来是不是 好来我们从左边开始好不好 来 大家看看我们俊俊子现场来给大家专业的pose 帅气的下颌气 好来第二个 第二个 刮完之后 这个手 非常清爽 第三个 你看它非常贴合咱们的皮肤 是而且看到龚俊今天已经刮得非常干净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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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楼穿 你太专业了 不会是 我这凳子怎么往下沉了 你可以调一下 帮我调一下 好 这里有一个 你要坐在上面然后按下那个抬手 抬一下 它怎么自己下去 抬一下 来了 可以吗 OK 最后一个 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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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气 我很好奇你留胡子是什么样子的 你有留过胡子吗 疫情期间我有留过 也不是很长 留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二十天吧 你的胡形是帅气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过什么胡形 就是有些男生就是可以 我发了一张自拍的在我微博上 健身的 边健身的那个 因为疫情期间我那部戏停掉了 暂停了 拍摄工作暂停 每天就在房间里面待 就自己也会偶尔续一下胡子看 我就没续那么长时间过 是很自然的 挺好玩的 我们刚刚看到是俊俊用这个 现场来模拟拍摄的这个四个pose 我们看得过瘾吗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好不好 有宝宝说留胡茶的俊俊特别帅 他们看过吗 弹幕刷得好快 你都说发过微博了 他们肯定看过 我有戏之前沾过那种假的胡子 有人说超级 广告小王子果然好帅 我们来一个那种动态的好不好 情景演绎 用九戏好不好 用你现在在用的 今天主打的是五戏和六戏 我们就不要用九戏 可以 那你就用 那就这回给六戏一个机会 给六戏一个机会 与陆军将一下好不好 六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是防过敏 不是防过敏 是防过敏 防过敏 就是比较敏感的肌肤可以用 敏感肌肤可以买六戏 对对对 比如说有些长痘痘的 或者是 长痘痘的 那些皮肤可能有些 稍微有点问题的 可以用咱们的六戏 来 来 我们准备大幕可以一起来出题 好不好 想看到俊俊什么样的场景 来 这是阳光明媚的一个早晨 龚俊起床了 哎呀 起床了 哎 他竟然是带着博朗一起起床的 因为他太喜欢博朗了 抱着博朗睡了一晚上 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准备要给自己剃剃胡子 刮刮胡子 哎 这胡子影响了我的颜值 刮掉了 虽然 现在时间还很早 但是俊俊要早早的准备 开始美好的一天 于是他开始用博朗六戏 刮胡子 有弹幕说太浮夸了 龚俊 好 好 准备开始 开始 刮胡子 哎呀舒服 听着博朗的声音 像不像百灵鸟在唱歌 这倒是也不必吧 龚俊不由的想说 我也想要唱一首歌 我不唱 哈哈哈哈 好 那不唱就不唱 于是很快的胡子就刮完了 刮完了 哎呀舒服 哎好干净 他又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嗯 帅气质增加了 大概也就是三岁的样子 对不对 超 温三岁嘛 很帅的样子 好 那他就看了看手中的博朗六戏 他想 今天我要出门干些什么呢 干些什么呢 要干啊 他就想了想 今天我要出门去吃好吃的 吃好吃的 把博朗吃了 哈哈哈 要吃什么 如果要吃好吃的 你会想到吃什么 要吃好吃的 我这个人 算了不打广告 吃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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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就脱口而出 哈哈哈 好准备一会儿要出门吃火锅 吃火锅 偶片 那他要帅气的转了一下 博朗提取刀 转了一下 果然得心应手 你不会吃饭也要带上博朗 这有点浮夸了 他准备把博朗放回去 要准备出门了 放回火锅里面 帅 没有 放回到充电座上 要准备去出门了 全机身防水设计 在家也要这样念一下 就是啊 哎 这样马上就充上电了 好 正准备转身 他又杀了回马枪 要干啥 看了一眼镜自己的自己 他看了看自己那帅气的腹肌 想得美 什么鬼 这个台北给我写了 欣赏自己的腹肌 想得美 你会平时那种照镜子看到自己 然后再感叹说 哎呀真的练得还挺好的这样 我一个多月没练了 不瞒你说 最近一个多月没练 腹肌依然还在 凡尔赛又开始了 为什么他依然还在呢 来了就有呀 来了就不走了 对对对 谢谢 谢谢龚俊 真的是非常非常配合 而且真的对博朗的产品 也是非常的了解 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 就是 一气呵成的 没有reward one take的广告拍摄 我们看看弹幕的 宝贝们都在说什么 说 哇大家都说看得很开心 还有很多喊 老公老公的 谢谢大家 真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除了有这个好的博朗之外 也是给大家分享福利 那我们再来抽一波奖 好不好 抽 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抽一波奖 这一轮呢 哎同样提醒大家哈 点一下我们左上角 关注我们博朗的这个 个人护理的京东自营旗舰店 然后这一轮呢 我们要给大家抽三份 先抽三份 博朗六系的T恤刀礼盒 博朗六系的T恤礼盒 就是刚刚龚俊出门 一直睡觉也握着的六系 是的 防过敏的六系 对 如果自己男生朋友 或者是家长有这个 长痘痘的情况 爸爸不会长了 就男朋友长痘痘 老公长痘痘 推荐大家 不是这个老公啊 自己的家里老公 就推荐大家六系的波朗T恤刀 非常好用哈 然后我们直接抽三份 同样截屏 接着我们刷什么 我们刷 我们这样吧 祝大家 我的这个作用名 不是最近经常说 人生格言 不是作用名 恭喜发财 祝大家 太好了 刷恭喜发财 好大家刷恭喜发财 刷起来 给大家三秒的时间 先刷起来 然后我们请龚俊帮 我们倒数 我们截屏 准备 刷队的宝宝就可以获得 前三位啊 就可以获得我们六系的波朗 小猎宝礼盒 准备 3 2 1 解冰 OK 哇塞 恭喜发财 好开心哦 看到这么多的恭喜发财 祝大家都恭喜 对 互相祝福 美好的祝福 来 我们请龚俊帮我们念一下 前面三个 我的天哪 这ID TDHQ 他没有答对 你不用念 他点的赞 这宝宝狂赞了163个赞 但是没有答恭喜发财 你点赞有啥用 你没刷那个ID 第一个 嗯 茶凉水不凉 好恭喜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二位 蔡蔡子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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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位没有中的给他看一看 让他后悔去 让他难过一下 按赞 让他按这么多赞 没啥用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位 第一位宝宝不好意思 你获得了点赞狂的称号 但是没有获得我们的六系 然后二 什么东西掉了 我的凳子怎么回事 又掉下去了 好来 没关系你高 不用担心 234号ID是答对的 截屏看一下 恭喜 恭喜 好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轮的 这个好 这个给你看 什么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轮还要抽出一张 我们俊俊的这个 温感明信片 你这个真的让我非常尴尬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你猜猜看 我之前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是 这个怎么会尴尬 不是 我说一下 你们设计这个明信片 就设计明信片 这衣服 这衣服为什么不能好好给我穿好 这个是啥意思 你觉得这个 为什么要非要漏一点 你觉得这个已经 好东西要大家分享 这个你觉得已经尴尬了吗 没有 最重要的是 我看了刚才 你知道它的特异功能 我不想说 你说吧 来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是我们的温感明信片 温感明信片 顾名思义 就是温克星很感的一张明信片 怎么玩呢 这个 怎么了 好 谢谢 谢谢 换一个不会跑的 谢谢 这个凳子 你知道吗 他知道龚俊来了 他很兴奋 整个真的 特别的狂喜 来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温感明信片 他怎么玩的 你只要用手 他是靠你手温去感应他的 在这个 俊俊子的这个卡通形象身上 给他一些热量 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解锁 我来自己戳 你别戳我了 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小红购物袋里边 左下角的小红购物袋里面去点 第一号链接里边的周边 任意下单都会送给你这个 看我脱衣服了 你也太直接了吧 这能拨吗 真的 你看皮肤 这是我们的五系和六系 他这个好像不是这样 你后面放一个什么热的 他自己就脱衣服 你看 五系和六系都兴奋了 吓到了 不就脱个衣服吗 你们有必要这样吗 乖一点 这个环节有点太过了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用手去搓一下温感 然后这个明信片呢 这个俊俊子的T恤就会 可能屏幕前看的没有那么仔细 大家拿到家里 亲手感受一下 有什么要点评的 我无话可说 你不觉得这个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乐趣吗 哇 还真是高科技 高科技的乐趣 戳好了 这个戳好了 这个戳好的效果 很快就能够回去 给它降温 快给我穿上 太可爱了 疯狂工具现场疯狂降温 好 我们抽一个好吧 抽一个一会儿会请俊俊帮忙签名 然后这张温感明信片送给这位宝宝 好吧 同样刷 不好 不好也得送 我们同样刷恭喜发财 好吧 你说啥是啥 来 我们请大家把恭喜发财刷起来 然后俊俊帮我们倒数三个数 倒数三个数 倒数三个数 3 2 1.5 我被套路了 来再来一遍 3 2 1 截图 截屏 好 恭喜这位 等一下等一下 把他保存一下 龚俊Simon 我中奖了 想留给自己是不是 来 你说吧 我不想赌了 好 来恭喜这位非常非常幸运的宝宝 只有一张 恭喜这位叫做IMTTT 恭喜这位 截屏给大家看一下 我待会用黑色的笔把衣服都涂上 获得了我们俊俊亲笔签名的温感明信片 开玩笑 哎呀真的 今天的福利超多 所以这是两轮抽奖 那待会还会有一轮抽奖 没中奖的宝宝不要 着急一会儿还有机会 然后也再提醒大家 今天因为俊俊来到我们博朗的直播间 所以给了大家非常多的福利 只要在9点之前下单 任意在我们的红色的购物道里下单 加上1号链接的工俊周边链接 我们今天都会把工俊的周边里面 包括雷射包 然后温感明信片 还有透卡 以及我们的正品一起送到家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很好的礼物 然后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或者是自用 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购物袋里面 买掉了 今天怎么回事 买也掉了 买掉了买掉了 太兴奋了 今天在我们的购物袋里面呢 女生也可以去get自己可以试用的 就是这个脱毛仪 在我们的桌面上 大家可以点一下购物袋 自己来选择 好 谢谢俊俊刚刚把我们抽了第二轮的抽奖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宠爱有礼 送礼这件事情 你是一个会送礼的礼商很高的男孩吗 经常送人家礼物 别人会很喜欢的那种 我送的礼物都是我觉得OK的 结果他们收到好像都不是很满意 真的吗 上次我送我同事一个钱包 还是个国际大牌 结果呢 结果他都没用过 这不怪他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支付吗 那很早之前 两年之前 他为什么不用 可能不合他的审美 你自己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好笑的 或者雷的礼物 或者是很合你心意的礼物 挺多的 挺多的 我之前拆礼去年生日有电脑 游戏本 哇塞 还有Xbox 打广告了 是游戏机 游戏机 对对对对 就可以玩游戏 各种好礼物 还有4000块的毛衣也算 对不对 那毛衣我没穿过两次 结果就弄脏了 没有弄脏 吃火锅弄脏 吃火锅吃上去了 那你觉得送礼物 你觉得什么样的叫做好礼物 收到的话 就是经常能用上的吧 实用一些的 我妈告诉我 送别人礼物 一定不要送吃的 吃过之后就忘掉了 送一些实用的 然后能够留在身边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会推荐在520的时候 送给大家什么礼物 比如说送男朋友 送爸爸 送家人 送长辈 五系六系 正好合适 送T恤刀真的很合适 因为每天都会用 对对对对 起来第一件事情 或者睡觉都会抱着他 夸张 就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到他 这样你拿到他 就会想到送给你的那个人 对不对 是是是 早上一用 就想到了你 今天我们两个 五系和六系 刚刚俊俊也说了 五系比较性价比高 推荐给年轻的男生 大家可以送给男朋友 那如果是皮肤容易长痘出油的 就送六系 那九系你会推荐给 送给什么样的 我自己用的是九系 自己用 或者是给长辈 会不会 给爸爸 我也给我爸送了个九系 就会送九系 因为九系它功能比较多 但是像年轻人的话 五系六系其实就妥妥的够了 是的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包括经济能力来做选择 这样520父亲节的时候 准备一个好礼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跟俊俊玩一个挑战 我知道俊俊经常在这个热搜上面住着 今天又有好几个热搜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讲成都话 演山河令的热搜 你自己看到了吗 刷到了吧 看到了看到了 我们今天现场要来给你出一个考题 我们准备了一个 哦真的哦 我们8点40之后 我们今天在这个购物车里边的周边 就会链接会下掉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 现在趁这个时间 俊俊再直播间的时间点一下链接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玩个游戏 我们准备了一句广告语 然后请俊俊来做个口播 但是要用成都话四川方言来 好来 好不好 张口就来 张口就来 正宗成都人 好 来 波浪无喜 心动俗题 马达强景 以从 就改景 哇 我们来学一下好不好 弹幕现场我们一起学一下好不好 来学一下 来 第一句 波浪无喜 全场一起来 波浪无喜 第二个 心动俗题 心动俗题 马达枪警 怎么感觉像骂人那句 不是不是 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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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枪警 马达枪警 枪警 枪警 一从 成都话不得说几 成都话要说一从 马上就改景 哦 一从 马 直接就说 马上就改景 马上就改景 哦 太好了 太可爱了 今天跟俊俊一起来学成都话 你自己在跟家人 包括跟老同学聊天 都讲成都话 都说成都话 真的 成都话 其实 成都当本地人的话 都说 我妈是绵羊人 有 有说四川话 他们怎么称呼你 叫你叫什么 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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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成都话 爱儿话音 龚 没法儿话 Prose milestone 博浪可以儿话音吗 不能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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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都话都会带一个儿话音 有些就是《孝明》什么的家家 Assessment получается 小敏怎麼叫 《孝明》 到底是库型还是K각roe 很开心 很久没怎么经常说成都话了 真的很可爱成都话 讲起来非常的亲切感 女生叫什么 女娃儿 女娃儿 你看的女娃儿 今天在自博间女娃儿 超多 好漂亮 你能透视看到 跟女娃儿打个招呼 用成都话给大家送个祝福 女娃儿 成都话也有叫 也不是说是 女生也会叫姚姆儿 姚姆儿 也是称女生的意思 就称呼女孩 那男生呢 来娃儿 谢谢我们的来娃儿 给女娃儿送来的祝福 其实今天语言天赋还是可以 你觉得你语言天赋和唱歌能力哪个强 又绕到唱歌 我不会唱歌 还是语言天赋 语言天赋 今天不唱歌 大家不要期待这个 今天唱歌这件事情了 今天我们不唱歌 我们来造句 来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造句的游戏 我来给你讲上半句 然后你来接下半句 但是你在接下半句的时候 要带入一个关键词 好吧 好吧 比如说第一个 要带的关键词是小猎豹 你想一想 我来讲上半句 好吧 弹幕可以一起帮俊俊想一下答案 上半句是 我直播前吃了螺丝粉 下半句 我想到了螺丝粉不是一口就涮下去了吗 你直接说 简直像小猎豹一样 顺滑 把小猎豹都给涮进去了 完整的说一下好不好 直播前 我直播前吃了螺丝粉 简直像小猎豹一样 自溜顺滑 顺滑 像小猎豹一样顺滑 非常的好用 来下一题 厦门今天天气很晴朗 用程度化讲这题 也要讲小猎豹 厦门今天天气很晴朗 就像小猎豹和我一样阳光快乐 阳光快乐 要程度化可以讲吗 连起来的 厦门今天天气很晴朗 就像小猎豹一样红 就像小猎豹红 我一样阳光快乐 快乐 第三句 我这个好 今天自拍灵感灵感多 关键词是博朗 刚才不是自拍了吗 你刚刚自拍了 是拿着博朗吗 哦 刚刚没有拍下来 现在再来一句造句的 今天自拍灵感多 带上博朗 嗯 那得全靠博朗 嗯 怎么讲 那得全靠博朗帮我凹造型 哦 今天自拍灵感多 全靠博朗帮我凹造型 凹造型 好 最后一题 唱跳 Ace 唱跳Ace 下一句 关键词是 是我 唱跳Ace啥意思 就是唱跳 Ace什么意思 Ace就是全能的意思对吧 Ace 大家知道Ace什么意思吗 就是团灭的意思 Ace Ace 嗯 团灭的意思 就是你出来唱跳 能够团灭所有人 我出来唱跳能够团灭所有人 关键词是是我 等一下想一下 唱跳Ace 嗯 是我 是我 嗯 才怪 哈哈哈哈 把这个这个荣耀让给别人是吗 那肯定不是我啊 唱跳Ace是我才怪 唱跳Ace是我才怪 好 很机智啊 都能够轻易的应对 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玩的 今天是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4月22号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哦对 我还靠你个脑筋机转弯好不好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如果地球上的所有地球人都跟公俊一样快乐 那么地球是什么 地球就是个快乐村呢 不对 地球就是什么 你想想 所有人都跟公俊一样快乐 地球就是 哦 地球是什么 快乐星球 那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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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是快乐星球 的话 我就带你 一起研究 一起研究 耶 这算帮公俊 Q了一段Rap 哈哈哈哈 这个快乐 你自己有看到这个梗是不是 我们工作室做的这个 哈哈 好我们下面再来玩一个 哎 下面要够抽福利了是不是 也带给大家 哎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8点半了 大家抓紧时间 一会我们直播 俊俊 离开直播间的时候 我们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就点一下我们的红色的购物袋 然后今天特别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小列宝5系和6系两个礼盒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520父亲节的时候 拿到一个真的是优惠的价格 而且买一得四 我们今天不仅有正品 还有旅行盒 还有这个Joy的这个礼盒 哎 这个很可爱 京东特别送了一个Joy的礼盒周边 Joy 还有刚刚讲的我们龚俊的周边 就是雷射包和我们的温感明信片 以及透卡 大家都可以点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来发一波红包鱼 发起来 轻轻来吧 我们Cue一下好吧 25万红包鱼来了 嗯 25万红包鱼 我要说什么 321 准备 321 红包鱼来了 大家快点想 好 大家点一下哦 红包鱼抢到就可以去下单的时候 就可以来用了啊 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快乐真的是快乐星球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这个也很快乐 是不是 快乐的打工人 哎 下面有一个问题 哎 快快点点 怎么了 红包鱼 再点红包鱼 抢抢 这个你没登录呀 你抢不了 这个怎么 什么什么情况 你看一到网速的时候就 我手机不在我手上呀 我手机不在我手上呀 好 你也想抢是不是 我想问一下 进去一直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啊 有个问题也想大家很关心就是对于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 如果是生活和工作分别打分的话你觉得目前是几分 哎哟最近没有体验到生活了 真的啊 太忙了 就是睡醒啊 拍戏 睡醒看剧本啊 收工看剧本 收工工作 收工录ID 收工拍广告啊 这最近都是工作啊 所以生活基本上打 没有生活 最近生活六分都打不到 生活 没有生活 哎 生活 但是这是 这是 这是毕竟的过程嘛 这个是 我觉得事业最重要啊 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 年轻人 我希望大家都要以事业为重 事业才是自己的 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把自己过充实了 过好了 才会有未来幸福的生活 耶 那如果是工作打几分 现在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 99.99 我一直在工作 很忙碌的状态 忙碌的状态 其实是自己之前想要的 对对对 挺好的 结果之前在网上也看到 呃 因为 虽然说工作是很忙 忙碌到9.9分 但是我觉得 龚俊一直给大家带来 就是工作的时候 是很快乐的一个状态 我看到有粉丝说 他说因为龚俊 让他相信原来努力生活 跟快乐是不冲突的 在你身上获得这样的启发 哎怎么说呢 工作上肯定是会给每个人带来压力 嗯 但是呢 我希望 不是我希望嘛 就是希望大家 嗯 把这些压力的话 我觉得这只是 人生路上一个必经的过程 啊 当作是一次学习的过程 对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生活 越来越好的生活 那你自己会羡慕其他同龄人吗 比如时间更自由一点 如果给你 不羡慕 放个价 不羡慕 不羡慕 事业心这么强的 不是呀 这不是自己之前一直想要的状态 哎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就是你自己很清楚要什么 然后当你真的忙碌起来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说我又想玩了 这样你就太不坚定了 对不对 目前这个阶段 嗯 可能会 一个一段时间很长的一个阶段 这都是我的这个上升期 嗯 那得做好自己的工作 是的 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的幸运 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直播间的宝宝们啊 包括认识龚俊 喜欢支持龚俊的人 能够在 俊俊上升期的时候就认识到你 然后也 为龚俊入股 是不是不亏 然后看着这个 简利股越来越往上走 能够更加强大 谢谢谢谢 我希望你把快乐带给大家 嗯 也把福利带给大家 我们今天还有一轮抽奖 我们这个时间要给大家抽出的 哇 今天的重磅好礼 要抽出 伯朗酒系的T恤刀礼 和一位 送给今天直播间的这个宝宝 这个很贵的哦 嗯 超厉害的这个礼盒 酒系也是龚俊现在在用的同款啊 谢谢 我们刷什么这轮 俊俊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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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柏朗和 祝柏朗 龚俊 哎 别别别 别祝我了 祝柏朗 哎呀 糟了耳朵断了 哎 你要赔 抱紧 报紧 祝柏朗生日快乐 当然也刷起来 把这个公仔的耳朵给玩下来了 哎 这个真的不太合适 各位 各位 大家评评理啊 这个真的是 我们俊俊把这个 这是一个京东的小公仔的耳朵给玩下来 502我待会给他粘上去 真的 最好你做到好不好 祝柏朗生日快乐 好谢谢俊俊的祝福 大家刷祝柏朗生日快乐 然后我们一起来截屏第一位答对的 宝宝就送给他柏朗酒系的剃须刀礼盒 来 准备 321 截起来 截屏 你在尝试的挽救他是不是 你肯定要给他输六核心法 天哪 来 好 最近帮我们念一下第一个答对的这位ID 蝉虫 蝉虫 恭喜你 第一位答对的祝柏朗生日快乐 你会获得我们柏朗酒系的公俊同款的礼盒 再次恭喜 太好了 好 那也提醒大家在最后一点时间 记得点一下我们左下角的购物车购物袋 然后去拥有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的 五系啊六系啊的礼盒 然后同样我们今天的价格是 跟618比618还要划算的价格 五系礼盒只需要449 六系礼盒只需要599 而且买一得四 到手赠品有这个旅行盒 然后被龚俊折断的周围礼盒的公仔 这个不会送 这个这个你带回家好不好 这个送给你啊 还有我们这个龚俊的雷射包和透卡 以及温感明信片的周边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啊 那时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弹幕好不好 大家还有什么弹幕要跟俊俊来互动的 想要问我们俊俊的可以跟龚俊来好好的聊聊 今天真的平时工作那么紧 今天就当放假好不好 在我们博浪直播间 放什么假 弹幕还得坐飞机呢 真的是很辛苦啊 来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祝福啊 到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还是说煮成好损 哈哈哈 这个要带回去 是这个这个送我 一直快的 我刷屏刷得太快了 看不见了 哎你可不可以这样 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段给大家说一段这个晚安语 这是大家 我录了今天 哦真的吗 博浪我给大家录了 今天现在不用说了 那你就说个早 期待一下吧大家 那你说个早安语 真的吗 这么多的福利全说了 那午安有没有说 午安没说 那来个午安吧 午安 好吧 午睡的时候 就工作 就他工作到中午好累啊 工作到中午了 太辛苦了你 睡个午觉吧 身体好 一切都好 身体好 一切都好 耶 午安的话也给大家 那午安 午安午觉睡醒了 他们如果想听歌呢 想的没 好 午安就不要听歌了 醒来之后就给自己用这个博浪 刮一下精神一下 然后开始继续的打工的生活 知道 哎 讲到博浪的百年 因为我们博浪今年刚刚好啊 这缘分也真的是在百年遇到了龚俊 这样的一个挚友 所以 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博浪的 你对博浪有什么期待 刚才不是说了吗 祝博浪生日快乐 对 你会期待接下来的博浪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的体验啊 希望博浪 这个设计啊不管是设计也好还是产品越做越好越来越红火 卖的更多 跟我续更长的约 这个很重要 经纪人都在点头啊 说得非常好 那有什么我们看看 有弹幕问说乐高拼完了吗 乐高什么 那个乐高 说实话 乐高我送我弟弟了 自己拼不了了 自己没时间拼啊 看看弹幕还有什么 我们时间不多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这个难得的时间呢 有人说努力上进帅气的演员工具 所以接下来也会继续在厦门拍这个新的 明天有活动 活动参加完 我明天晚上回厦门继续拍戏 拍戏吧 踏踏实实的 但是之前也就有工作必须得先完成 还有下个月的演唱会 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可以看没有买到票的可以直播看直播 演唱会准备怎么样了 也不算演唱会吧 见面会 演唱会对我来说有点遥远 你是要练什么 在见面会 我练的太多了吧 剧透一下 剧透一下 要跟张老师合唱啊 哦有合唱 张老师合唱我都想好了 我看看问声乐老师能不能我电电音吧 不是电音 对不对 我说错了 不是电音 不是电音 我说错了 不是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那个那个词语不是叫电音叫什么 环音 不是环音 叫什么 给他那个叫什么 不是电音 不是 凤凰传奇老师组合不是有一个大配合的吗 哦那个叫rap 不是不是 那个叫什么 那个词叫什么 林华老师唱旋律嘛 然后另外一位老师唱rap 唱唱什么 唱和声 和声 和声不是电音 你要挑战唱和声 你知道那个比唱主key还要 真的假的 你看他都替你吓到了 吓到一下 你要挑战唱和声 我只是问一问 我现在我问了 我告诉我团队昨天晚上发微信 我说能不能问一下声乐老师 我能不能唱和声啊 嗯 不要毁掉了 天问这首歌 哇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一定是给大家带来 也不一定吧 现场的表演 我也不知道声乐老师最后会给我怎么办 反正我会去学习 那会有舞蹈吗 演唱会不是要再歌再舞呢 我是不知道有这个环节 可能说不定会让我们学一下 啊 没关系 哎呀 我是这个安排的任务呀 任务嘛 就得完成 对吧 大家一起给龚俊来弹幕支持一下 好吧 走一波弹幕 为我们歌手龚俊打call 因为马上就要在这个 舞一期间对不对 跟大家见面了 去看 对 舞一期间 去看演唱会的同学们 真的不要骂我 大家会去现场的call个一好不好 看看有多少 对不起大家 无好你们的小耳朵 哈哈哈 不管是不是我的粉丝 对不起你们了 大家要去现场的call个一好不好 会在 会在这个 线上在线看的call个二 扩一还挺多的 真的讲 这么多人抢到票 好厉害哦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啊 这里call二的 现场的 我也只能call二的 现场有人call一吗 抢到票的只能 也可以去现场 没有没有 大家去现场要为我们俊俊子好好的呐喊一下 好不好 哈哈哈 好 最后还有什么话 我们请俊俊跟最后跟在直播间的我们博朗的粉丝 俊俊的粉丝 就来道别一下 首先感谢来到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博朗能够跟我有这个合作 非常开心 这么官方 那我说啥 唱个歌吗 赏的美 结束一句好不好 结束一句 No No 没有 没有歌这一回事 唱不唱 好嘞 哈哈哈 好 谢谢我们的俊俊今天来到我们博朗 希望有机会常来 然后多跟我们博朗 多继续续下去 然后把这份缘分延续下去 好不好 这得问博朗 百年博朗 我们就要跟俊俊一起续续下一个百年的奇迹 好不好 是的 再次谢谢龚俊 今天光临我们博朗的京东超级重粉丝直播间 也希望俊俊一切顺顺利利的大家继续支持越来越强的 龚俊 谢谢主持人 也希望你越来越好 谢谢 哎真的 怎么会